可以看到远方的绿山洋气灰白色粉尘 看不到路的镜头 普里梅西出现焚风造成沙尘暴的现象 天然的龙卷风 南头河谷刮起狂风整片雾蒙蒙 枝叶干枯还出现罕见的沉卷风 国道6号随处可见被风吹上车道的沙石 不少居民见到难得的景观嘖嘖称奇 那很少见到这种现象 市区还有树木经不起强风拦腰折断 横倒在轿车上场面显向还生 因为小群台风造成气流过剩 南头埔里国性出现焚风 国性侧站5号上午10点多 观测到37.9度高温 打破2016建战以来的高温季度 当地居民特别有感直呼好闷热 现在温度好像已经快30度一样 好热哦 暴风圈越过山脉 造成日月潭地区有超过7级的强震风发生 我们观测到在埔里有36.2度的高温 国性也有超过35度的高温 气象站预估傍晚台风中心远离台湾后 山区的焚风会逐渐趋缓 气象站已经发布高温警讯 也提醒民众出门在外注意焚风 伴随的高温及树导危险确保安全